第四 我们如何从以色亚的双子 在母腹中一个被简许 一个被遗弃来看待神的公义 你这个字打错了 公义不是公义活动的公义 是公义公平的公义 如何看待公义呢 上帝所行的尽度公义 照着他自己的法则公义 他的公义也不是我们说 发饼了一人一个 所以不管是老人孩子 一人一个 所以恩待雅各就必须恩待遗扫 这个问题其实保罗已经解释了 在乎拣选人的意志 不在乎那奔跑的 在母腹当中善恶还没有做出来 就要显明拣选的旨意 在乎拣选者的意志 那有人说那上帝不公平 你有什么资格跟神降罪 紧接着罗马书九章就提到 姚将的比喻 同样一块 你难道姚将没有权力 做一个谈语 有一个做成清花词吗 那那个瓦器有什么资格 跟姚将降嘴说 你为什么这么造我 先知不是责备以色列百姓 跟神降嘴的时候也举了吗 斧子有什么权柄 责备那个质疑 那个轮斧子的人 棍子有什么权力 质疑轮棍子的人呢 那为了帮助你理解公平不公平的问题 这里谈不上公平 给你举个例子 就是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葡萄园的比喻 是不是 讲到牧师论的时候 耶稣就讲到有一个主人离开了 要到远方去 所以不是有一个葡萄园的主人清早出去雇工人吗 其实早晨就遛狗吗 去散步吗 其实葡萄园里也不一定非得需要工人吗 我们是根据整个文脉来看 发现根本不是需要工人才去雇工 走着走着发现路边有人闲站着 老乌市场站街边的 挂个牌子 各种什么上水下水可以修理 甚至可以换防瓦 甚至可以除草务弄 甚至给狗洗澡 甚至清什么这个牲畜卷的粪 各种技能我都能干 那种连绵他 就召他去葡萄园去做工 早晨去的时候就召 然后中午去了还有人 就让他去 三点了下午三点还有 下午五点了还有 最后主人就质疑 为什么你整天在这里闲站 没有人找我干活怎么办 去吧进去 上我那干活 我该给你就给你 结果到了六点 招工人收工发工资了 从晚到早 招工人是从早到晚 发工是从晚到早 五点钟来的给他了一千银子 给他了五百块钱 假如说用中国的打工辛苦 一天给他三百 人民币给他三百 然后三点的给三百 中午的三百 九点的三百 早晨六点钟来的 他以为我干了一天这么辛苦 肯定给我九百 不给我一千 也得给我五百六百 是吧 辛苦费吗 结果也给他三百 吞这个火就上来 爆脾气 不公平 注意啊 他讲的也是不公平 为什么给他多 给我这么少 注意主人回答 兄弟 先生 我该给你的就已经给你了 奖定的就是三百 一天三百 后来的人 我多给他 这是我愿意 我的东西愿给谁就给谁 我多给他 你看着眼红吗 这里谈不上公平 如果按公平 都下地狱最公平 最公义 雅各也好 一扫也好 都下地狱 没有一个配 在神的面前 叹为一 就他们里面 没有任何 值得神欣赏的 除了上帝的形象样式 被扭曲的形象样式以外 上帝爱他 被造里面的 属于他的 那个形象样式 但是上帝没有必要 一定爱他 因为都犯罪了 都是亚当的后遇 受咒主是公平 是公义 但是上帝乐意识恩给雅各 我爱他 就意味着我定义爱他 他是谋拣选的 所以在拣选的事情上 不要谈公义 谈公义就都要下地狱 一个该下地狱的人 跟上帝讲什么公义呢 我常常就用这种犀利的方法 去反驳那些 跟上帝讲公义的人 一个该下地狱的人 你跟什么讲公义 你应该讲恩典 对不对 这样的话 才免得你下地狱 你跟上帝讲公义的话 上帝不吱声 不用回答 一脚给你踢地狱里面 这就是公义 还讲公义 跟上帝讲公义 有什么资格讲公义 对不对 蒙拣选是上帝的灵命 两个人都是该下地狱的人 上帝拣选一个人 愿意施恩给他 不施恩给另一个人 这是上帝的自由 恩典施给谁 那是上帝的自由 被施恩的人只能感谢 不配的罪人 竟然蒙恩感谢 没有被施恩的人 也没有什么可降嘴的 按着公义 我就应该下地狱 枪毙 我有什么抱怨的 我罪有应得 没被枪毙 这是值得 把恩戴得的 对不对 所以用马太福音里面 葡萄园的比喻 那个事情 可以理解恩典的教育 主权的教育 雅各 简选 以色尔加选 读罗马书 九章里面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所以不要用我们 世俗里面的 所谓的公义 我们人的那个标准 去衡量神的标准 我们的意念 去衡量神的意念 反过来 要用神的意念 去衡量我们的意念 我们不能审判主 主来判断我们 更新我们错误的意念 观念改变 这样信 接受神所试的 然后认定他所 他的价值 去信 从接受的时候 我们就被更新了 反过来 我们去审判神 这样永远不会明白 神的法则 神的意 神的恩慈 反而去误会神 去黑化神 去辱墨神 就没有办法 从他的作为里面 体会到恩典 所以要依照神的思路 去思考问题 当然谁能跟神的思路思考 依照上帝已经启示的圣经 里面教导的真理 这种圣经式的思考方式 是基督徒的思考方式 这就是所谓的 心意更新而变化 是基督徒的思考 感谢观看